第26章 夺冠 好 双快 东方白点点头 飞略上了擂台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到了两个人的身上 这或许是宗内大比最为重量级的较量 谁赢了就是内门弟子的冠军 每一次的宗内大比都是最为受到瞩目的 之后虽然还有外门弟子的较量 但是外门弟子总体实力比起内门弟子相差不止一重 看了内门弟子的比赛 外门弟子的比赛就没多少人愿意看了 这些在台上观战的各个长老店主也都会走得七七八八 只会剩下几个主管外门事务的长老 每次都是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东方白常见舞了一个剑花 只向了叶西文说道 出刀吧 东方白以剑法闻名于内门弟子之中 本身修为更是了得 达到了后天七重巅峰 随时随地就能达到后天八重 这一届内门五大弟子可以说是内门弟子中非常强大的一代 一元宗中规定后天五重就有资格成为核心弟子 后天七重在核心弟子中都不是弱者 后天八重更是核心弟子中的强者 九重的话 绝对是核心弟子中的绝顶强者 叶西文终于拔出了长刀 周围围观的弟子都是瞪大了眼睛 这是叶西文在他们的面前第二次拔刀 第一次的时候 面对先天境界高手的刑罚殿殿主王剑 全面落于下风 现在或许才真正能一窥全貌 之前的人都是被他的长法击败 小心了 东方白轻喝一声 手中长剑捂出了一道犀利的剑光 瞬间朝着叶西文刺去 速度极快 漫天都是剑光 不过其中只有一道是真正的杀招 藏在了漫天剑光之中 叶西文一刀斩出 心虐斩 直挺挺的一刀斩落了下去 直接看穿了那一招杀招 冲着杀招而去 轰 叶西文一刀将东方白的剑尖荡开 巨大的力道使得空气都发出一阵暴鸣声 两人出手速度极快 东方白剑法的路子本身 就是走清零的路子 唯快不破 而叶西文的冷月斩也是走速度一流的 不然怎么能一刀劈出九道刀营 再加上 叶西文将奔雷手的部分奥义 融入到了刀法之中 使得叶西文的刀法快到了极致 双方兵器荡开 底下围观的众人才看出了他们的动作 另外一边 身为内门五大弟子之一的张翔脸色有些难看的看着两个交手中的人 他是和叶西文交过手的 原本以为叶西文已经出权力了 但是没想到却根本没有 很显然和掌法相比 他的刀法更加了得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东方白身为后天七重巅峰 力量极大 几乎快要突破二十头猛虎之力 虽然走的是速度的流派 但是一般的后天七重的高手被他一剑斩下去 都要被震飞 但是叶西文虽然只有后天六重巅峰 但是力量丝毫都不逊色 叶西文的长刀毫不停滞 第二刀紧接着批出 依然是快如闪电 冰冷如月 根本不给东方白喘息的机会 这一招新月斩早已经被叶西文练到大城 出招的时候 浑然天成 招招连贯 没有丝毫破绽 东方白没有想到 叶西文招与招之间居然没有停滞 刀法居然纯熟到了这种地步 很显然 东方白虽然境界比叶西文还高 但是论对剑法的理解 远不如叶西文对刀法的理解 他不过十几岁 怎么可能理解到这种地步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叶西文特殊空间的秘密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缘由 叶西文的长刀已经披制 东方白只好一剑自出 势大力尘 破开了叶西文的这一刀 但是破开了这一刀 但是战斗的主动权 却是从东方白手中 落入了叶西文的手中 叶西文得势不饶人 手中长刀闪电般挥出 天空中瞬间出现三道刀影 展落向东方白 东方白只能被动的抵挡 心中憋屈的要死 如果换了一般的后天六重巅峰的武者 只怕连他三剑都挡不下来 就算是普通的后天七重巅峰的高手 东方白都有把握击败 但是叶西文根本就是一个变态 论速度 各种加乘之下 丝毫不下于他 甚至于踏着天仙步这等高级功法的叶西文 比东方白都要快上好几分 论力量 叶西文更是怪物一般 由于一直引用猴而久 力量增长极快 一点都不比他要差 就算是比真气的浑厚程度 被神秘光团改造过的叶西文 比起东方白都有有过之 各方面叶西文都不比东方白要差 甚至不少还要超过使得才一开始 东方白就落入了下风 被叶西文压着打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都知道叶西文很厉害 但是都绝对没想到 居然会厉害成这个样子 东方白是谁 内门五大弟子之首 这一届的内门弟子中都找不到高手 在很久以前就有和核心弟子交手不败的记录 现在居然被叶西文压入了下风 在他们看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啊 长老席上的一众长老都有些吃惊的看着交手中的两人 倒不是两人交手级别 足以让这群先天境界的长老们吃惊 而是叶西文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东方白是他们都看好的内门中的天才弟子 以他的天分 很快在核心弟子中都能够崛起 在现在的核心弟子中的几个高手离开之后 接替他们的位置 可想而知对他是给予了厚望的 但是没想到 居然在交战之后被叶西文压着打 虽然现在还未路败相 但是这样被抢攻下去 除非叶西文真气不济 否则他战败是迟早的事情 这匹黑马也太黑了点吧 一边的叶空明看着叶西文的出色表现 乐得何不拢嘴 对于叶西文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东方白当然也知道 再这样打下去 落败是迟早的事情 要等叶西文真气不济 怎么可能 看他面色红润的样子 显然比他还滋润 只能行显一搏 东方白青笑一声 一剑舞出 一道银色的剑光遮蔽了天空 浩浩荡荡 犹如银河落九天一般 一招定胜负 叶西文也是长笑一声 一刀劈出 顿时九道刀影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隐隐居然有一轮心愿被劈了出来 奥义完全展现 轰 一股可怕的气浪从擂台上席卷开来 巨大的擂台直接被压塌了下去 烟尘散去 东方白衣衫有些破损 神态有些狼狈 叶西文将长刀横在他的肩上 胜负一分 冠军 叶西文